哈囉哈囉各位朋友 就是你們在開車的時候是不是常會用Google Map 對不對 那我最近啊就是還蠻喜歡用蘋果內建的地圖 為什麼呢 因為他除了導航之外嘛 這是最基本的 就是他還會進行 測速的回報 那目前這樣子使用下來啊 他不是百分之百 不過我覺得還蠻好用的 那我們今天就是測試一下 他的測速的地點 到底精不精準 在使用地圖之前啊請到設定裡面 然後找到地圖 點選進去 記得檢查一下 看看你的選項有沒有勾選到開車 然後在路線的當中 有一個選項是開車 那我們點選進去 然後記得就是 最下面有速限對不對 要記得要把它打開喔 那剛剛有講說啊就是可以回報對不對 對如果我們在開車啊就是不方便打字 那其實你就可以叫Siri Hey Siri 回報路況 地圖目前只接收關於車禍 安全事件或測速的報告 有沒有那他就是接收你就是回報測速的地點 跟就是可能有一些事故 就有點像是 互助啦 就是可能互相分享的資訊 然後即時資訊讓 駕駛人 可以很即時的知道那邊的路況 好你看喔就是現在有 剛剛有經過那個測速 那個照相的那個牌子對不對 然後你有沒有看到黃色的這個 黃色這個就是 照相的 我有沒有看到 真的有耶 前面那裡 喔你們看 就是前面又有一個 黃色的對不對 測速照相 讓我們看一下 但是有沒有呢 真的有耶 後來陸續在國道1號上 都還有偵測到 測速照相機 然後轉到國道3號時 也可以精準的 偵測到照相機 最後啊 還轉到快速道路上 也是都有偵測到喔 所以在這裡做一個結論 這一趟 偵測到國道1號4隻 國道3號2隻 西濱快速道路2隻 總共偵測到8隻 實際上也遇到8隻 所以他的偵測精準度是百分之百 但是 最好還是要看 測速警告牌啦 以前還是有偵測不到的經驗 所有的偵測都只是提醒而已啦 行車還是要靠自己 多注意路況 還有小心駕駛 最後歡迎分享這個影片給你開車的朋友喔 下次見 觀看